被偷走的光影 被改寫的人生 你要怎么说 同学们 离高考还有一百年 让我们品尽全力 互保护注 加班加点 日夜不习 加铃哥 看来考得不错 你说实话 你跟那个高加铃 能不能比 比不了 怎么读 几零笔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其实很大很大 免不是大家现在只看到的 这个高家村 马家库 国家里 高加铃 送给你的 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其实舞蹈 也是一种温学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走出去 看看外面的事情 你看我现在这样 加铃哥说话都听不懂了 我马上已经成为 国家的正式教师了 这是对高家人的处分决定 怎么办法 那你告诉我 谁过得比我害怕 谁过得比我害怕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干脆想办法出去吧 一个机会有了 另一个就会失去 他要是不喜欢你 我就再来求你嘉宾 实在是没有理解 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 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 够了 没问题 看一个农村来的像巴佬 敢跟咱们 这个农村也是被自己造成的 我要是这样留着你的话 你终于有一天要哭到我的面前 搞不动 老婆 但你骄傲 才能解释 高家人 高家人 我的文章 发表了 我高家里的文章 发表了 这一生不够亏当任何一个人 你吃的苦 你受的累 这些可都不是一无不知啊 伤害这么大 就算仔细 只要可能要立即 跟你吃鬼 在哪儿都能活 我要你自动的轻松 轻松的没有轻松 老婆 我喜欢这一篇 可以给我温雪创作灵感的土壤 生活中 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有的时候 真觉得不可思议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 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 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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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是这样的